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大家好 我刚才导播那边后台出了一些问题 不好意思 我现在用手机接着给大家直播 不知道看的时候是断掉还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讨论 很抱歉 这个是应该是技术故障 不过最近那个YouTube频道好像是也不太正常 我们的那个点击率 还有那个订阅用户数量 也在发生一些很蹊跷的变化 是不是这个YouTube的评论频道受到一些特别的关照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没有更多的证据去证明 就好像马云我们刚才讲 他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帝国最后路死水手 我们也没有办法 没有证据证明说有人要对他下手 但是按照马云自己的这个表现来看 他其实自己是非常非常紧张 他希望说能够全身而退 是不是 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能不能全身而退我真的不看好 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方式 就是整个阿里巴巴最终有一天 他可能是被国有资本去控制 不管他的表现形式说是 可能比较最惨的一点就是军事 就是军管会直接把你接管的资产被国家接管的 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通过一些 表面上大家看得到的 能经过怎么说的 就是股权的转让 比如马云主动会把股权卖给某一家国有企业 或者说直接无偿的捐献给某个国家国有企业 或者怎么样 大概包括阿里巴巴 包括那个支付宝 这个重要的一个金融资产 是不是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形式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说是怎么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一切表面看起来都不变 就是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 老板是谁啊 管理层是谁都不变 但是呢 你除了正常的交税以外呢 你还要把你盈利的相当一部分直接交给国家 就是账面上 表面上都不体现 大家明白吗 这是我跟有一个很关心中国的一个前途的一个青年 青年财俊 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提出这样的建议 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也可以很聪明 他不像以前那么赤裸裸的 他完全可以这么做 他说大家都是为了求财嘛 是不是 因为反正你如果把这个阿里巴巴 也好类似的这种 比相对来说 比较有有前途的这种民营企业 全部把它抓在署里 然后最后你自己管理也不善 然后就一抓就死 对不对 就好像你那个几百亿的资产 几千亿的资产 你拿过来 你最后在你手上三下两下就盘完了 就没有了 那这种是不聪明的一种做法 是不是 那更聪明一点 你继续让他们这些聪明人在玩 你就控制这个公司 然后你保证 保证有钱收就行了 是不是 有钱大家赚 那这种 那看那个领导人的想法 如果这种方式可能是皆大欢喜 那第一种方式呢 看起来是很笨 但是呢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子 这个权力的欲望是很难控制的 我们知道 之前是说法说是 所有的这些大的民营企业 好像是 国有资产要 至少要占百分之一 是吧 要进董事会 进董事会的目的 其实也是 一步一步的进去嘛 小米加步枪嘛 慢慢来 是不是 马云已经感觉到这样子的危险呢 聪明的做法 他没有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聪明的 没有办法了 你目标实在太大了 除了刚才说 有人 党国可能会要拿你的资产 借党国一用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 你马云太高调了 高调了什么程度 你的影响力都直逼老大 这个 这个全中国说 凭出来有五个最有影响力的人 除了 除了习近平 李克强 可能还有你马云 马化腾 你这个两个小马 对不对 你这个影响力那么大 你的支付宝影响差不多十亿人 你的腾讯也影响了十亿人 微信都十亿人在用 开玩笑 这不是 是不是 卧塔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其实 这是风险很大的一件事 本来就已经 说是威胁到他们的一个政治安全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那另外一个程度 这个天下局势僵变的时候 我说过 马化腾 马云 这些都经得像个猴子一样的人 他当然知道 他们更多的时候也在虎视眈眈的 现在在装死 装死 我要唱 唱红歌 我要穿军章 要重走长征路 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资产可以随时交给国家 但是这些人 他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大家想想真的是这么想吗 未必吧 我提出来 有个假设 我觉得马云 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他现在如果真的 这次让他顺利的就退休了 然后就做教育 做慈善 又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气 好评 道德感召力 十年之后 中国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 突然爆发的时候 共产党如果这个政权 有一天突然崩溃的时候 谁有能力一下子 整合那么多资源 掌控 中国未来的走向 马云可能是 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马云的野心是不容小觑的 就是大家 不要小看马云 就这么讲 我从来没有小看 我不喜欢他 我可以很公开的讲 我不喜欢马云 但我没有小看马云 我在推特上说一句话 可能有些人不高兴 我说整个中国 马云 就像也有推友在讲 马云已经积累了 相当多的资源 就是几乎从政所具备的 所以如果在个民选国家 他要竞选总统 他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具备了 他只要哪天说 发一个statement 说我要竞选总统 基本上 他都能成功的当 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 这个候选人这样子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局势 是不允许的 不代表他内心 没有这种波澜 没有这种野心 而据我对他的观察 我其实 我刚才讲过 我在03年见过他 在他见他之前几年 我那时候是 一直在关注这个电子商务行业 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关注 所以我觉得我观察他 和观察阿里巴巴这个企业 观察的时间是 最长的 是很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一般人可能会更多了解 甚至比阿里巴巴很多元老 都要了解阿里巴巴 因为我观察的时间更久 所以马云他这个很危险 他现在就是装死 能躲过一截的话 就是未来的司马懿 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 大家明白吗 最后 最后就抄老共底的人 搞不好 搞不好 就是像马云这样的 有人说马云可能早就 老经理瞎担心 他早就被收编了 是赵家的人了 如果是赵家的人了 只能说马云他的威胁会更大 清王朝最后是谁被谁抄底了 是被盛中山抄底了吗 盛中山抄底之后 很快就被改下来 对不对 被袁世凯抄底了 袁世凯就是他们清王朝的人了 他掌握了大量的资源 基底的强大的实力 所以最后他比较有话语权 比盛中山有话语权 就是这样 那如果马云是一个 我真的 如果我观察到马云是一个 真的是很有商业素质 然后也是为老百姓造福 就是心里想着天下人 说实话 我看到这些 我也不会讲 我甚至可能会支持马云 对吧 天下也不是谁的天下 当然不是老公的天下 也不是谁个人的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 如果有一个人 能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他把中国带向民主 自由法治 对不对 让人人有选票 人们的生活更有尊严 未来更好 如果马云有这个能力 我当然支持 大家明白吗 但是事实上 我看到了马云 他有这个野心 他根本就不具备这种数字 这是我为什么 我愿意在节目里去讲他 在那个社交媒体上 去批评他这个道理 因为这种人一旦从政 一旦当了大权在握的时候 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可能会更大 大家明白 不要逼他的假象所迷惑 他根本心里根本就没装着老百姓 这是最危险最致命的 所以我 我觉得我 不光是现在 未来有机会马云 如果真的有机会去从政的话 我一定会去挑战他 我一定会去 argue他 一定会去 去公开讲 因为据我的观察 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这样子人如果从政的话 比他做商业危害性更大 虽然商业上他取得成功 但事实上他这个成功 有些背后有很多 很多问题 我们就不重点讲他的商业这个问题了 实际上整体而言 他的支付宝 我还是比较看好 然后他的那个 淘宝啊 对不对 我还是比较看好 但是他自己早期起家 这个B2B电子商务 其实真的是乏上可乘 做得一般般 真的是一般般 所以在这么 如果这个国家这么 这样子就是 我也不想批评太多 不然树敌太多 还是关系阿里巴巴 这个帝国的命运吧 阿里巴巴帝国 明年开始他不信马云 马云个人命运其实 我也不是太care 他只要不危害这个国家 我也不太care 有一句话叫什么 那个小人物是不得好活 我们老百姓过得是非常辛苦 那大人物是不得好死 马云的命运 我觉得他其实是早已注定的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 为他在政坛上去一盏手脚 或者说 一盏他的一个野心 或者雄心也好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国共产党可能没那么蠢吧 对吧 不至于那么蠢 如果要这么蠢的话 他可能也 那个政权维系不了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所以马云如果像那个沈万山一样 最终能够平安落地 就是能够基本上 基本上不要非正常死亡 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最近那个 有几件事啊 最近大家知道刘芳飞嘛 央视一个主持人 他一个老公 先生是叫刘希勇 也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富豪 就是去年被调查期间 就是直接非正常死亡了 被那个检察院 好像直接就 刑选逼供之死 最近好像在开庭 就是富豪就是这样子 你以为人权是很风光 一旦是跟权力 特别是中国的权力 在交锋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被人抛弃了 就是这样子 会被灭口 知道了太多的东西 不是好事情 那另外一个 可能现在死活不清楚的 那个肖建华 肖建华也是明天系帝国 对不对 掌握了那么多钱 还是比较低调的富豪 现在生死未卜 也从香港绑架回 说好听点绑架回 请回中国 不好听就是绑架回中国内地 生死不知啊 另外还有一个 当年是风光一时的 那个富豪叫什么 赖昌新 赖昌新最近传出来说 他说在国内监狱里死掉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中国信奉一句话 就是只有 只有死人才不说话了 就是你把你的钱拿走了 是小事情 就是马云把你四百多亿的资产拿走了 把你阿里巴巴这个几千亿资产拿走了 这个是 这当然是重要 这个重要地于党国是重要的 就是政府现在没有钱 需要钱 这是重要的 能江湖救急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 你马云死活 对于这个党国来说 无所谓 他也不care 但是对某些人来说 对某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 对某些参与的这种权钱交易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认为说 你马云也好 肖建华也好 赖昌新也好 你只要有一口气活着 你就是一种风险 就是就必须得让你闭嘴 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所以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些人的最后结局都不是那么好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元宝景吗 有人建号集团 实际二十年前差不多 也是非常风光的 剩下几百亿 最后也是 也是被干掉了 是不是 再给薄熙兰案件扯进去的那个徐明 大家记得吗 那个徐明 也很年轻 才四十几岁就被干掉了 是不是 当然说是心脏病发 不管怎么说 这些富豪的命运 都是 各自风光十数年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最重要的中国 可能还是建立一个 更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司法要独立 然后 私有财产要保护 这样大家才安全 你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你赚了一些钱 而且那些钱 有些是干净的 有些是不干净的 那有一天你可能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会让你 可能会身败名裂 可能会粉身碎骨 这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阿里巴巴这个帝国最终 不管是什么形式被党国所控制 所掌控的话 这个结局是已经注定的 没什么改变 那对于说 在阿里巴巴上班的人 阿里巴巴的雇员也很多 不管你是中层干部 还是普通员工 还是高层管理 这个差别并不是太大 只要你 你能产生价值 让这个机器能赚钱 你的个人的一些保障 可能还是有 当然如果说整个经济大环境 比较糟糕 甚至大家实体经济不行 大家去网上买东西 连网上都买不起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 党国要搞计划经济的时候 觉得你们这个淘宝啊 你们这个阿里巴巴 已经没什么用的时候 他要把你数字高格 要关掉 那也没有办法 那就是大家 听天由命就好了 大的局势变化 你们不光是你们 所有人都几乎是很难有 有改变他的一个能力了 就是这样 今天这个直播 好像出了一些状况 断断续续的 我也不知道 什么状况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吗 谢谢 谢谢 现在是正常留言一下好吧 我看看大家留言 是不是完全正常了 谢谢 希望今天这个马云这个事件 不要大家当着一个娱乐新闻来看 这个对我们每个人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有人问危机大赢家什么时候出 这个 首先讲一下 这个中国危机大赢家 不是给所有人看的 因为这个赢家 无论什么社会赢家 只会是少数人 这个赢家里面还有两个 一个是经济机会 就商业上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机会 会有很多人 整个社会在洗牌的时候 会有新的一批人出来 来整个社会秩序打乱了 对不对 就好像那个牌重新打乱 重新洗过 洗牌就是这样 那有人你抓住机会 你就会成为赢家 我最快可能是明年出来 但是这个可能不会 不会去公开去发行 只会对少部分人家看 因为这本书 我也不希望那么多人看 你看了对普通人看了 可能也没有用 你也不想成为赢家 而且你命里面 你也没有机会成为赢家 你看了也没有用 搞不好惹祸上升 这本书的价格可能会更贵 有人经常会吐槽 这个书的价格 这个书的价格是多少呢 999美元 999美元 很多人都已经想付钱 给我预定了 我说暂时不接受预定 所以只给少数人看了 我希望这些人 可以跟我一起 未来参与到 中国经济的 社会的一个变革之中 这个会比较有意思 这个人生才有意思 在我看来 就是你遇到了 那你就积极的去做事好了 没有遇到 那你就 对吧 这个顺势而为会比较重要 那也有人也说 那个秦先生 你那个中国危机大逃亡 你既然是想帮助大家 怎么样去保住财富啊 保住生命安全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卖那么贵 99美元 680块人民币 我很穷啊 我这个农民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是要为了赚钱 我且不说 我这是十年的心血 十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 就是保护你的财富啊 安全保护你的生命安全的这种方案 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 对不对 是很有价值 物超所知 因为至少现在几千人买了之后 没有一个人说这本书 不值那么多钱 没有一个收到这样的评价 在那个Google Play上 满分是五分 关读者朋友评价是4.9分 我觉得 大多数来批评的人 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 看过所有的人都是 都是闷声发达才去 是自己悄悄的 就赶紧觉得 去做事去了 去采取自救措施去了 没有看过人才会这样 而且我是觉得 这个自愿好了 你如果你的判断还是那句话 你跟我的想法 比较接近 你愿意去 去听 去看 你就支持一下 然后你去买 社会对你有帮助 对你 就是数益的人会是你 对吧 你也不用太纠结 所以我在想 能看到这本书 能越早一天 看到这本书 都还是比较有福气的 有人要 说你能不能给我 便宜几十块钱 便宜一百块 便宜两百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为什么 你像那个 上万亿的资产 都被人家骗走了 都生都不坑一生 然后在这个 涉及到自己 财富安全 生命安全的时候 在那里要折扣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也不太愿意 去听我的建议 你就是免费给他们书 他看了 不就是这样吗 哎呀 就是很夸张 所以你为什么 对不对 我就不相信你 所以没有必要 你相信我的观点 你的观点跟我的一致 你就买一本书来看 对你有帮助是更好 没有帮助你批评 我都不要紧 我欢迎批评 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这人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大家 真的我 我个人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我即使把这本书现在 就是免费的发放给所有的人 那我对我个人来说 当然 那个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我 可以直接告诉大家 那另外一点来说 老百姓也会骂我 因为没有人 我觉得 中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人 可能会骂我 会批评我 把我往死里骂 各种难听的话可能都有 这就是人性 大家明白吗 这是人性 因为很多人来说 他不喜欢改变 不愿意改变 更不愿意主动的求变 没有这种勇气 我非常了解 所以我也不勉强了 大家想够书的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 PayPal 然后通过那个Google Play 或者发邮件给我们 微评请1980 atgmail.com 就可以 我们有助理会处理 一般24小时内会发出来 如果你不购买 的话也不要紧 你批评也行 但是你自己掂量掂量 自己就是觉得 讲话也讲道理吧 是不是有道理 好不好 另外呢 如果现在阶段 只是在设计大家 前期是在保护自己财富 不管你是有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的财富 设计到保证自己财富安全 如果真的是 已经到了那一步 就是整个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 社会危机 就经济危机 全面崩的时候 很多人大概已经破产了 说实话 他当然看这本书 那个时候破产了 已经为时已晚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后面是要 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 纳民为家保命的时候 我可能会免费的 给我们的观众 订阅观众 会送一部分 送一部分 可能送一千本 一万本 十万本 都有可能 那个时候我觉得 真的中国一句话叫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可能会那时候 你要没钱 我可以免费送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间 我只是希望 判断跟我一致的人 三观相同的人 我给大家一些帮助好了 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就解释到这里吧 你愿意批评就批评 没有办法 我也不欠你们的 是不是 就好像我在这里 做这个节目 我完全可以不做 有人 我想想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我是不是可以不做 这个节目 我为什么要做 我忙自己的事情不好吗 花这么多时间 我觉得能 大家能听得懂 然后跟我三观一致 你愿意去实施 自救就好了 甚至有人说 秦先生 你们能说个具体的时间 债务危机在哪一天爆发 哪一年爆发 什么点爆发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上帝都说不清楚 老天都说不清楚 事实上 中国的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 已经在局部爆发了 我可以再强调一次 你已经知道局部爆发 你还想知道 全面爆发是哪一天吗 是在2018年最后一天 还是2017年年中吗 有那么重要吗 对不对 天马上要变了 对不对 你还知道是哪一天 哪一刻来变 你不是应该就采取一些措施吗 所以有时候 他们的逻辑很搞笑 他们是不是在说 老秦你说 2018年12月30号 那天金融危机 全面爆发 好 那天我就等那天来 你那天不爆发的话 你就 你看 打脸了吧 你这个话也不准吧 拜托 你们不要这么搞笑好不好 所以 所以有时候 讲一句话叫 人各有命 这个国有国运 我们其实个人能力是非常小 你有没有办法改变 人的命运也是这样 就是 就是在这个历史关口 你都会随波逐流去变 你如果能极其的采取措施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 那就是听天有命 不一定大家都 都是这样 那有些人可能 包括社会底层 有些人反而是一个机会 实现他人生的一个跨越 有些吊失逆袭 在那个社会危机的时候 一下子 对不对 发达起来了 打个引号的发达起来了 但是一个人要在长久的社会上 你要有一个好的发展 我相信 他的精神层面 道德层面 个人能力方面 应该是有更高的要求 对他可以走得更远 而且大家不要把眼睛 就盯着那个钱 老是想着怎么样 就赚更多的钱 真的是没有 大家想想更多的 其他的东西吧 今天废话有点多 10点50了 我看看大家留言 看两句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好吗 谢谢 有人说 拔字使用了7000多人民币 在美国可能 那个看压的费用 可能会更贵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从华盛顿出发 一起探秘财经新世界 评论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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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